弟兄姐妹平安 欢迎收看活泼的生命 我们的信仰是来自内心最真实的 那个敬虔的心 不是那个外衣 不是信仰的外衣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神面前 那个都是好像圣经说是 用心灵和诚实的来敬拜我们的神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 撒罗对撒末尔说 我有罪了 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 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 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 同我回去 我好敬拜耶和华 撒末尔对扫罗说 我不同你回去 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 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 撒末尔转身要走 扫罗就扯住他外袍的衣经 衣经就撕断了 撒末尔对他说 如此 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 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 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致说谎 也不致后悔 因为他永非世人 绝不后悔 扫罗说 我有罪了 虽然如此 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 同我回去 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 于是撒末尔转身跟随扫罗回去 扫罗就敬拜耶和华 撒末尔说 要把亚玛利王雅甲带到我这里来 雅甲就欢欢喜喜地来到他面前 心里说 死亡的苦难必定过去了 撒末尔说 你既用刀使妇人丧子 这样 你母亲在妇人中也必丧子 于是 撒末尔在吉甲耶和华面前 将雅甲杀死 撒末尔回了拉玛 扫罗上他所住的基比亚 回自己的家去了 撒末尔直到死的日子 再没有见扫罗 但撒末尔为扫罗悲伤 是因耶和华后悔 立他为以色列的王 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 是在撒末尔纪十五章 二十五到三十五节 二十四节 撒末尔对撒末尔说 我有罪了 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 就违背耶和华的命令 和你的言语 扫罗他首先他承认 我有罪了 好像是一个很愿意 承认自己错误的一个人 事实上我们往后看 发现他的问题很多 也很大 他是真心的悔改吗 显然不是 首先我们看见 他自己讲到说 我因惧怕百姓 听从他们的话 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 他怕百姓 胜于怕神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很多时候 我们会不会只有怕 我们的同事 我们的家人 我们就是不怕神 这是一个问题 扫罗当时是这样 所以因为怕人过于神 以至于就会妥协 以至于就会动摇 当然我们知道后面 他这完全都是他的借口 好 然后第二十五节 他说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 同我回去 我好敬拜耶和华 在这个阵营前线的当中 当时撒末尔来视察这个状况 发现怎么会有这些牛羊驴 所以他就非常非常的生气 在这种情形 扫罗他就有一个请求 他说求你赦免我的罪 好啦好啦 不要生气啦 请你原谅我啦 那现在好不好 你让我跟我一同回去 回去要做什么 敬拜耶和华 哇 看起来扫罗是非常敬钱的 其实也不难 他的意思就是 我们就回去那个祭坛 这个就是献祭 献给神 意思就是做做样子也好 哪怕只是做做样子 表演一下也可以啦 让百姓知道说 这个王和先知都来了 好像有这样的味道 事实上这个动机是非常非常糟糕的 26节 撒末尔对扫罗说 我不同 我不同你回去 不要 为什么 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 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 哇 这是很糟糕的事情 因为神已经厌弃了 回去 再怎么祷告 再怎么敬拜 也没有用 神生气了 神愤怒了 没有真实的悔改 神是愤怒的 27节 撒末尔转身要走 扫罗就扯住他外袍的衣巾 衣巾就撕断了 代表他们的争持 是非常大的 所以至于把先知的衣巾 全部都把它撕断了 好 28节 撒末尔对他说 如此今日 耶和华使 以色列与你断绝 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 以色列的大能者 必不致说谎 也必不致后悔 因为他非世人 绝不后悔 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 他的言语很重 先生的言语很重 可是根据后面的经文 后来第三十一节 他说于是 撒末尔转身 跟随扫罗 回去了 在三十二十六节 他说 我绝不跟你回去 可是在三十一节 竟然先知就和王回去 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撒末尔他要跟王回去 其实这就是老先知的眼光 跟老先知的格局 首先他回去的第一个目的是 完全为了国家 能够大局 能够稳定 因为当他回去的时候 其实是给百姓一个非常重要的定心丸 是的 先知的考虑就是如此 因为当一个国家震荡不安的时候 他们要看到的是他们的领袖 虽然扫罗是他们的王 是他们的领袖 但是他们属于领袖就是撒末尔 所以撒末尔要回去 一同敬拜的目的是如此 但是同时他要处理 第二个原因是他处理牙甲的问题 他背负着一个使命 这个老先知背负一个使命 就是要好好地来教育以色列人 让他们知道神的原则是什么 三十二节 撒末尔说 要把亚玛利王亚甲带到我这里来 亚甲就欢欢喜喜地来到他面前 心里说死亡的苦难必定过去 亚甲也许有一些丝毫的期待 他也许就是能够免于这个灾难 等等 他有这样的一个考虑 三十三节 撒末尔说 你既用刀使妇人上子 这样你母亲在妇人中也必上子 于是撒末尔在吉甲 耶和华面前将亚甲杀死 他在吉甲做这个事情 因为这个吉甲对当时 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属人意义 扫罗王就在吉甲 这个被高利为王 所以他们很喜欢在吉甲 在那地方来献祭 来祷告甚至来集结军队等等 撒末尔把这个亚玛利王 亚甲杀死 他其实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他叫教育以色列人 什么是上帝的原则 什么叫做当灭的物 什么叫做进行杀死 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弟兄姐妹 我们也承接了这样的一个原则 在教育我们的下一代的孩子 耶稣告诉我们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再多说就处以恶责 换句话说 我们的信仰没有灰色地带 是非清楚 黑白很清楚的 因此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应当要谨守上帝的原则 没有丝毫的自己的一种感觉或感情 很多时候我们会按照我们自己的处境 我们有自己的哲学 自己的想法 这就是扫罗 扫罗他有很多的理由 千万的理由 但是这千万的理由不足以来说明 他好像违背上帝的命令 弟兄姐妹 神是怜悯的 神是慈爱的 神也是了解我们处境的 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会有很多很多自己的一个难处 神知道 但是神不要我们对属灵的原则妥协 其实那个妥协呢 就好像罗德看到那索多玛 俄摩拉罪恶之城的时候 那个帐篷渐渐挪移一样 我们会慢慢去 好像会接受 好像也没有关系 到最后我们就会成为那样的人 所以神的原则是非常清楚的 这就是当时扫罗他的问题 扫罗问题有几个 第一个 他的认罪 他说我有罪了 他的认罪不是真实的 其实虚假的 他只是要做表面 第二部分我们看到他的问题是什么呢 信仰没有跟神连结 我们看第15节跟30节 他总是会说 这个耶和华你的神 耶和华你的不是我的神 是你的神 他每一次告诉先知撒末 都是耶和华你的神 同时我们看到他还有一个问题 第30节讲到了 扫罗说我有罪了 虽然如此 求你在百姓的长老 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 我有罪 我错了 但是不要让我丢掉面子 你抬举我 他看重自己 比看重神更多 所以我们看见他的问题 问题是很大的 但尽管如此 这位老先知也从来没有放弃过扫罗 甚至他把他当作是他的一个属灵的儿子 当34节35节说 撒末尔回到拉玛 扫罗上他所住的基比亚回自己的家去了 撒末尔直到死的日子 再没有见扫罗 但撒末尔为扫罗悲伤 这个王是曾经他 神透过老仆人先知撒末尔所高丽的 他仍然关心他 但是到了最后的一个情况 他竟然离开神 他非常非常懊悔 我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不是只有一个信仰的外衣 而是能够真诚的来到神面前 来表达 来敞开我们自己 我们一起来祷告 父神我们求你光照我们的心 主啊 我们的心思意念你都知道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信仰 不要只是停留在外表 那个虚假的外衣当中 而是我们能够真实的 进到你的至圣所 你的私人宝座前 主啊 求你检查我们的心怀意念 好让我们的生命 是神你所喜悦的 谢谢主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